当然我觉得首先不能放松 虽然这个交换场地以后 会有一些有力的因素 当然如果你场上的这个速度慢下来 那么可能这个因素就产生不了什么效果了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双方交换了场地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双方交换了场地 在这次女单比赛里面是40多位选手参加 并不是能够把64位准备位置都能够占满 谢信芳 卢兰和张宁 这三个中国选手第一轮都是轮空了 接下来的比赛他们 其实从抽签来看 他们碰到的选手并不是很弱 谢信芳第一轮碰到的是郑韶杰 卢兰的签位稍微好一点 只是在8进4的时候要碰到黄妙珠 但是卢兰是顺利的取胜2比0 其中第二局打得非常的艰苦 张宁的抽签不是特别好 每一轮都要碰到非常善于奔跑 能力也比较 这个比赛经验啊 技术啊 各方面也都是很强的这种选手 对 但是他连续的过关斩将 下进了四强 他的对手将会是印度尼西亚队的 一个新秀 是尤雷安帝 在今年的尤伯碑也担任了 印尼队的第一单打 帮助印尼队获得了尤伯碑的亚军 好 那么我们也刚才看到 谢信芳头顶的这个对角 谢信芳这位球员就是在 在拉开过程中 那么他的突击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就手掉球 掉对角 还是比较突然这个出手 三比二 当然了我们一般会觉得在这个第一局 那么不利的场地的风向影响下 就是他相对属于不利吧 因为这个场馆风还是没有那么大 对 谢信芳都能赢下来 都会觉得第二局应该是比较轻松 那这个时候他需要 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和小心的吗 当然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刚才首先讲就是说场上你不能 不能因为这个心态就说 哎呀我现在这个场地很好 不能松这个气不能松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 因为在那个场地上 必须是因为要打得比较快 这个效果才能出来 就是速度还是要保持 对你速度快的以后球压上去 对方在应付的情况下 他不能发力 所以这样你的球才会有危险 如果有一种心态 就觉得自己在这边随便打打就能赢 可能也是很危险 那那就比较危险 因为你慢的话 对方他就会比较容易瞧技了 加油 加油 在半场拦掉 但是球没有过 4比4 加油 这就非常清楚了 对 压对方两板正手底线 然后搓一个往前 对 等你上来之后回放 我再挑到你底线 就很难了 对 一般上这种打法就是说 当你压到对方后场的 对方一般在后场 尤其像比较平的情况下 他不太敢用力抽出去 因为怕出界 所以打网的这个机遇率会比较多 所以他当他站位比较前的时候 当对方放网 他就可以抢到高点放到网 但当对方在很辛苦上来以后 他再推一个后场 你只能是高球这样我有充分的时间还向后来撤 这样也有助于他在往前抓对方一些往前的球 高点能够打得更有危险 但是自己的失误这一局 开局已经送了对手两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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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的现在徐怀文显得比较敢打 而且速度比较快 那么有机会他还是保持一个下压 那么刚才说了 因为现实方现在这个场上的速度 不是特别快 所以这样我就说给了徐怀文比较多的机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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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徐怀文还是在往前有个高点的停顿 所以导致谢清芳在启动方面也需要一个停顿 再做这个二次启动 所以显得就会比较慢一些 加油 加油 謝忻芳的球路呢 還是問題不大 但是他可能感到 對方的跑動能力也很突出 球一旦要求質量就容易出界 對對對 現在主要還是 因為謝忻芳的這個速度 相對來說 還沒有徐懷文那麼快 所以這一點就是說 他在這個目前呢 他卻占不了什麼太大的優勢 又一個 同樣的位置 反拍接殺擋往擋對角出界 很有經驗 向裁判提出來擦一擦汗 準備要緩解一下這個節奏 對 確實也需要做一些調整 因為連續的丟分 可能也許在第一局消耗的體力 會比較大 好球 好球 關回一分 6比9 裁判有時候有這種心理 當你連續丟分的時候 你去提出來擦汗 或者其他的調節 他知道你是要過渡這個節奏 他不允許 對 好球 好球 好漂亮 這個機會掌握得非常好 我們看一下曼洞走 通過壓住對方的反拍 來 當對方回到直線的時候 那麼 謝青芳這個頭頂區 雖然有一些被動 但是這個 由於他的人也比較高 所以點呢 還是可以搶到比較合適的 這個擊球點 間內漂亮 替掉對角 好 經過這個一定的調節之後 謝青芳是扭轉了這個比分上的 比較大的被動 追了上來 非常漂亮的一個在線上的球 主要也是要加快自己的速度 對 效果非常明顯 你沒有速度的話 你的效果卻出不來 好球 徐環文感受到了一些壓力 揭發球想有一個改變 但是手上有一點兒硬 手感不是特別到位 使勁大了 結果球出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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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得一分 連續得分 我覺得現在在對方連續追分 因為你感覺局勢比較被動的時候 想做一些很細膩的回球 好像這個時候 因為你心理壓力特別大 是 很難做到位 就像他那個揭發球一樣 對 所以運動員的心理在場上 也會有 也會隨著這個球的這個趨勢來 不斷地在波動著 所以如何能夠穩定一個好的這個 心態呢 我覺得還是非常重要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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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確實 你稍微一慢下來 給徐環文有充分的時間 再往前做動作 這比較難 因為徐環文再往前 他要及早地到位 所以出手比較快 好球 質量很高 貼網 半場球殺 他殺球沒有權力 他是採取了一個打準一個落點 對 徐環文也還是穩住了正角 各打了一階段好球 那麼現階段 現行方還是需要一些調剔 因為他的這個場上的速度啊 看不出來就是說 他就保持不了 能打幾個球 然後馬上打完這幾個球 他就需要自己緩一緩 是 那麼其實感覺上 可能因為第一局 要花費的比較大的這個體力 因為第一局場地不是特別有力吧 那麼又要去拼 所以救了很多難度比較大的球 嗯 沒錯 現在雙方來到第二局的中段呢 還是11比10 德國隊的徐環文領先 速度雖然快了 但是一定要減少手上的失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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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徐環文也是自己一些 一個不必要的一些失誤 兩個人都是同樣的問題送分 其實有時候看女單 基本上就是說 尤其在多拍以後 就是看誰能夠耐得住 還有一個就是 誰能夠在這種情況下 還能再突擊的話 那麼這個也是會產生 很大的一個效果 其實前面消耗很大 所以這三分球都沒什麼多拍 就失誤了 對 對 一定要把握住分數 球出了底線 這個球殺得有點就是不應該了 因為這個殺得太長了 導致這個殺球已經出了底線了 正手底線過渡對角線 徐環文還是比較拿手 而且他出手的時間比較突然 腳的力不夠了 這個腳已經跨不出去了 好球 還是要在這個有機會的情況下 一定要抓住他自己的這個 發揮自己的這種強項 這種突擊 因為對對方還是有殺傷力的 好球 沒有下壓 好球 好球 那對方的第二拍 現在前方的點殺還是給對手 好球 威脅很大 這球徐環文這個球呢 因為除了這個弧度不可高 因為如果這個球 再把弧度打高一點的話 那麼現場最少在這個地方 他可能打不到這個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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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防守反擊很漂亮 殺球打一個對角 已經讓徐環文很被動 對 這個球在非常低的擊球點來挑球 沒有挑得特別有質量 還是在頭頂殺直線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尤其是你的選手 這個步伐在場地上 是多麼的重要 因為這個球其實已經碰到球 但是就是差這麼半步 如果還有半步的話 這個球它會接起來 會比較舒服一點 對方逼在底線 然後適當地放網 全彎文在跑從底線再跑上來 他不可能有比較好的擊球點 又是幾乎貼近地面 所以有時候往前就說了 單打一點 就是連往前如果質量好的話 會佔很大的便宜 如果你做得好 可能就像這樣可以直接得分 如果有些對方比如可以回球的話 可能回的質量也不好 所以這種就是說 還是要在這個往前上面 多下點功夫 頭頂點殺的一個斜線下往 其實有的時候比較凶的技術 肯定也會有一定風險 那肯定 對 你如果不想承擔風險的話 這個球都是沒有什麼威脅的過去 所以有些東西它是成比率的 因為比如說你需要殺球 你要殺得比較刁鑽或者靠邊的話 當然這個風險就在界內跟界外的這個 但是你說我就往裡面殺 你殺得很重 但是你殺的就是對方的這個 沒落點 對 那對方也比較容易接 這個球被對方抓了一個 回直線球在半場 16比16 今天這場球謝行方還是遇到了考驗 對 現在有時候徐懷文 皮紅燕 姚潔他們這些選手 一個是剛才咱們前面提到的 他們比賽的機會比較多 比賽經驗豐富 對 在一個自己這種綜合的能力 還是比較突出的 自己想問題的 解決問題的能力比較強 但是他們畢竟以前有一個 在國內打比賽 訓練的這種基礎 對 對我們自己的這種戰術 都有了解 對 他有了在中國訓練的基礎 加上他在國外以後要完全要靠個人 不像以前比如說在運動隊裡面 可能國家都幫你安排好了 對 所以變成就是說 自己的獨立性又比較強了 這又是突然的節奏變化 石齊平 好 球方都是争取 能够先控好对方的两个底线 再寻找机会 对 徐怀文先抢往 出界 这个球其实应该算是 徐怀文打得漂亮 对 非常的漂亮 很可惜是出底线 对 因为这个球 如果把这个幅度 稍微提高一点 这个球的威胁就出来了 加油 徐怀文 加油 徐怀文 先前方现在超出一分 确实双方应该在这场球 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大 这种反拍的处理呢 就比较大胆 对对对 一个女选手能够这样一个反拍 就是说虽然她不是说那种 很重的杀球 但是她这个球呢 还是有一定的速度 当你在累的情况下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刚才这个球也是谢庆芳 觉得对方可能只能过度一半 对 就是准备不足的 对 现在双方的体能也需要经受一些考验 谢庆芳这个球还是在利用 她擅长的头顶去进攻 给她直线 非常危险 好球 好球 好球有一个假动作 再放毛 徐怀文非常拼 相当能跑 把这个球救起来 好球打得有质量 这个球对对对 非常可惜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最终我们也看到徐怀文 确实非常非常的拼了 从那么被动的一个后场 救过去 然后再到往前挑起来 很可惜 刚才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谢庆芳错过 两个人又打成了19平 和第一局一样紧张激烈 发高了 发球质量不好 这球发得有点手软 对 谢庆芳抓住了机会 抢先获得场点 三十三岁的徐怀文 在上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第一轮就被淘汰 这一次站到了四前的门口 两个人 出击 放完 切先放上 切先放把球挑起来 这一球处理得有点随便 因为这时候大家都比较累 精力各方面可能相对来说要下降 所以更需要提醒自己 在有些球比较容易处理的时候 更应该要小心一点 今天在场的观众非常多 那么都在为信心方在加油 小球 踢杀对角 发了个短球 那么被对方扑死 那么发了这一个高球呢 也有被信心方一排的这个批掉 产生的效果 几块球 挡网 几块球 挡网 还是这个挡对角 再来 又是一个多拍 两个人很累了 看谁能够咬牙顶住 几块球 几块球 还能突击一拍 再上往挫 贾德诺 非常累 顶住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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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其实对双方都跑得非常非常辛苦 对 最后还是谢景芳能够咬牙顶到最后一拍 对方接不到球 跑不到了 这个球其实谢景芳也跑不动了 我们看到这个角已经没有威胁性了 对对 一点力都没有 但这个球刹下去了 他自己也上不去了 那么这场球还是打得非常精彩 紧张也非常激烈 谢景芳赢得也很艰苦 对对对 这样呢 连续三届奥运会 中国的队在女子单打这个项目上是 四强当中占了三席 半决赛的对阵将是谢景芳对卢兰 张宁对印度尼西亚的牛莲MD 好 那么这场比赛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张建华指导做的精彩的点评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